手游拿那个法器 手游拿那个法器 身体的话也是很巨大的 通常是在佛寺的左右 大门的两侧这样子 它可以避免一些妖魔鬼怪 进入你的身体 或者是进入你的家 看一下很漂亮这一组 而且它的价格也很便宜 价格也很便宜 又漂亮又便宜 这个是去年的 这个应该是讲去年的牌了 去年的牌 我能看得清吗 再加近一点 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 其实最早在早期泰国 有非常厉害的一些高僧 加持超微数万的佛牌 给这些信徒们佩戴 除了拥有守护呢 保护呢 当然在避险 避意外的效果呢 他还称为知识之神 财神也称为财宝天文 能够帮助佩戴者 拥有很强很厉害 非常好的智慧 和非常强劲有力的招财 所以呢 在泰国早期 陶威十万鬼王牌 是非常受欢迎的 是全功能的一个好的活牌 在以前呢 加持陶威十万呢 是有个非常古老的房子 在加持 鬼王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敏念和强大 在博力2484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战争爆发的时候 佛庙呢 就跟政府祈求要做一些 强效的 有力的 可以挡灾的 这些佛牌 来给这些士兵们佩戴 所以呢 最早先制作的佛牌呢 就是陶威十万 后来效果特别的好 特别的敏厌 战场上的士兵呢 也做得非常的好 仗也打得很顺利 所以呢 陶威十万的 之后呢 就很多上过战场的人呢 都觉得这个佛牌 非常的好 他还有手柴的效果 也是因为存在着 很多的空间气节 比如说鬼节 或者是某个运动的阶段 体质差 或者是拥有敏感体质的 这些人 就会经常梦见一些阿飘啊 在自己的梦中 总是感觉有外面的 一些不好的磁场 来干预 自己正常的一个生活 或者是说会让运气变得比较差 比较不好 会感觉身边有很多大小的事情 都不顺利 工作也不顺利 钱财也不进口袋 遇到习惯的人和对象 突然间 哦 断线了 人的事物上也是不和睦等等 甚至也有小孩子 有些小孩子也是会经常出现到 不好的东西啊 晚上睡不着觉啊 或者是晚上突然间又被吓醒啊 很难入睡眠这样子啊 但是很多人就会佩戴这样的一尊好的鬼王在身上 他可以保自己的平安 可以去化解霉运 恶运 化解不好的磁场 不好的东西 让好运自然的提升 事事都能够顺心 所以呢 这一尊鬼王力量非常好 非常强劲的一尊圣物 你们会喜欢吗 真的很美啊 没有骗你们的 然后真的很美的 哎 在视频的 左上方 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有想要共情的佛友们 请记得要来联系我们哦 下方的话 也有师父的一个照片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